2013年的比亚迪当时有多离谱 我敢打赌 99%的人都没有看过比亚迪的这段广告 感觉比亚迪才是玩梗的祖师爷 剧透一下 这是一个汽车安全广告 先是一台未知品牌的车停在路边 一小偷利用树上摘的铁丝对车门进行开锁 成功打开车门之后 坐到车内将车开走了 然后小偷又来到一台比亚迪G3面前 用相同的手段打开车门 而进入车内的一瞬间 小偷懵了 点击点火开关 显示没有检测到钥匙 最终小偷只能放弃 可见当年比亚迪为了宣传该车的安全性 真的是豁出去了